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山树海》当中的第三品 也就是叫 受持菩提心 那么受持菩提心的 这一品当中 主要讲随喜 回向 以及下面讲一些摄氏 这方面的道理 首先随喜已经讲完了 现在开始讲回向 那么回向 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中回向 分别回向 首先是讲中回向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如是主观心 所及一切善 以臂愿消除有情一切苦 那么这个意思 大家都比较明白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 供养 顶礼 皈依 忏悔 随喜等等 这些善具 这些所得到的一切善根 就乃至回向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善根 我们应该观想起来 所积累起来的这些善根 全部回向 回向给谁呢 当然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必须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这些所有的众生 获得了无比的快乐 暂时让他们获得了 人天福报 健康无病等等这些利益 最终获得无上圆满 正顿觉 菩提的果位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 文殊大圆满的时候 讲回向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 记得 他老人家说 我们回向的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让众生获得佛果 这是最好的 最究竟的目标 然后在这个之前 让众生获得了 各自的一些所缘的结果 这就是暂时的回向 菩萨的所有的回向 包括在十大圆当中 那么这十大圆也是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 那么愿佛法兴盛 众生获得快乐 这就是回向的内容 所以我们平时 自己所做的一切善根 应该想回向给一切众生 平时心里面也经常这样想 这次我所做的这些善根 都是给给一切众生 愿众生获得快乐 佛法兴盛 这两个问题 大家都不能忘记 如果我们这样回向的话 实际上无量的众生 也是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就是佛和菩萨的 不共的加持 就是他的功德和威力 功德利益 因此平时做回向 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一些我们的 亲朋好友的旺人 这些在超度的过程当中 也是做回向极为重要的 以前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公案 大家应该记着 广源城的人们迎请佛陀应供 当天晚上的时候 有五百个饿鬼来到佛陀面前 就是说 明天你到广源城那里 应供所寄的善根 能不能回向给我们 当时佛陀问 为什么给你们回向 他们说 我们就是广源城人们的 以前的一些父母和亲友 因为当时我们 以吝啬而造的各种罪业 后来我们转生到 这样的丑陋的身相 当时佛陀说 如果你们明天亲自来的话 那我也可以给你们回向 如果没有来的话 不给回向 后来他们说 我们本来可以来 但是我们现在身体有 如是丑陋的相 不敢前来 后来佛陀告诉他们 你们造恶业的时候不修持 也不注意 现在成熟果报的时候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们不来 我也不给你们回向 后来大家 后来他们也来了 来了以后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广源城的人们都特别害怕 但后来佛陀告诉他们 说 这是你们前世的一些父母 亲友等等 说了这个道理 道理以后 佛陀也是给他们作了回向 以这个善根 他们获得了 三十三天的果位 所以在有些佛陀的经典和一些公案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作回向的话 回向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平时我们作善根的时候 应该把善根不能自己这样放置 如果这样放置的话 就像《宝窃经》当中所讲的那样 以自己的一些恶念 等等来摧毁的 以前华智仁波切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也 经常在课堂上这样讲的 我们所作的这个善根一定要作回向 作回向 如果没有作回向的话 那么一刹那的成年 嗔恨的点头 就会毁坏所有的善根 如果我们立即回向于菩提 那乃至佛果之前 这些善根永远也是不会耗尽的 并且善根也是真正日上 越来越增长的 这就是我们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因此大家作任何一个善根 一定要回向 那么回向和发愿之间 也有一些差别 有些人好像什么叫做回向 什么叫做发愿 可能分不清楚的 以前无垢光尊者 也是对这个问题 也加以分析过 比如说我们以前 已经所作过的善根 然后具足念诵 具足发愿 给给众生 这个就叫做回向 所谓的发愿 以前为作过的善根 我要进行作 在诸佛菩萨面前发誓言 离这种誓言 这就是所谓的誓言 所以一个已经作过的善根 与念诵和刚才的 自己的发愿 心里的这种誓言 结合起来回向 所以有时候我们 回向和发愿就不能搞错 就是因此在作任何善根 一定要以回向来摄持 就是这一点重要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 按照佛经的另一个角度来讲 不仅是一座的善根可以回向 而且未来的善根 也可以回向 佛陀在《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众生一切所作的这些善根 不管是未来 过去 现在的 这些善根全部可以回向 给普贤弟 也就是菩萨弟 如果这样回向 能获得的功德善妙 无法言说 也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来讲 未来的善根也可以回向 那么未来的善根是 怎么样回向呢 关于这个问题 龙母菩萨在中观宝曼论当中 也有做一些不同的宣说 因为宝曼论当中已经宣讲了 很多的发愿和回向的一些 道理 后来 拉拉琼哲仁波切 解释《中观宝马论》的时候 也是说了 是未来的善根能不能回向呢 可以回向 就像我们有些人 我未来获得的财物 与某某人可以分享 共同分享 有这样的愿望的话 实际上这个 并不是不现实的事情 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未来的善根也可以进行回向 这样我们回向 在大乘修学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回向的方法 我觉得有些人是不太懂的 一定要懂得它的回向 但是在回向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把善根 执著得太实有了 如果我们把它执著得实有 这样也是不太合理的 一定要以如梦如幻的智慧而摄持 以前在《中般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告诉徐菩提 诸法如幻如梦 以如幻如梦之方式而回向也 意思就是说 以如梦如幻的方式来 应该回向 如果我们对善根 对所回向的众生 担持实有 或者特别贪执的话 那么这个善根 也不太合理的 《相关重要论》的有关解说当中 也引用了一些《设计经》的教证 那么《设计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佛说如是杂斗施 愿与白发也如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对善根执着的话 佛陀告诉我们 在你的食物当中 杂烂有一些 有毒的食物一样 我们愿于白发 也就是说 对执着白发 执着实有的白发的危害 也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回向的方式 一定要以如梦如幻的方式 所回向的善根 未来过去 现在的善根 都可以回向 那么没有回向 实际上我所作的善根 就不一定能成为 真正的菩提之道 因此《五格光尊者》 也是给我们讲过 做任何一个善根 应该最初的时候 以发菩提心来摄持 中间以发无缘的三轮体空来摄持 最后愿菩提而回向 来摄持 如果以三殊成来摄持的话 这个善根就成为 随解脱分的善根 也成为佛道之因 如果没有具足这三殊胜 已经成为随佛的分 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听法的人也好 讲经的人也好 做任何善根的人 应该想自己的善根 想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功德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那你所作的善根有点可惜 就像我们一个工人 好不容易赚钱 他赚了一些钱 得了一些钱的话 那么这个钱用在那上面 当然这个回向的名词 有很多大德 都是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说是有布施的意思 有些说是以赐给的意思 但我认为 所谓的回向的名称 名称应该是用于的意思 比如说我把这个善根 用在我的人天福报上 还是用于在一些 让众生的利益上 或者是用于一些让众生 或者包括我自己 是获得发财 神官 是这方面 我获得的赚钱 我给亲朋好友买一些衣服 玩具等等 还是用在我自己的饮食方面 或者我就买一些毒药 或者是买一些腰头丸 然后到一些物厅里面去 自己过一些精神病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这种回向也是同样的 有些人把这个善根 用于利益一切众生 回向给所有众生 有些人想自己获得快乐 就是这方面 有些人把这个善根 结合起来害原地 就是以今天我所造的这种善根 就是害如何如何的众生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刚才的这个比喻 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我们听经和学法 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我们在寂静的地方听法 应该说是 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具备的 我看到外面的很多居士 有些他们每一次聚聚的时候 坐车 花很多钱 然后很不容易聚聚在一起 那聚聚一起 听几堂课也很不容易的 很累的 但最后你应该知道 这个善根要回向 你回向的时候 你的意乐清净没有 意乐就是你的发心清净没有 你到底为什么要回向 一点也没有回向 听完经以后 直接做了呢 还是听完经以后 一定要我今天所得到的善根 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一切众生的 回向方法是最好的 最后应该要念诵一些回向文 当然念回向文的时候 吴光尊者在《信心修习大书》当中也说过 一定要用一地菩萨以上的记文 不能随随便便 这是我的上师做的 这是什么什么大德做的 这是什么什么老师做的 这些回向文不能做念诵 应该是要么佛经当中 或者是一些真正的 一地菩萨以上的 你就坚信无疑的 一些大德的偈颂文 但我们平时 最后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是做任何善根 念一些普现信念品 或者释迦牟尼佛 在佛经当中所讲的 当时他当赐利王的时候 自己的血肉供养给罗刹 布施给罗刹 而做的这个回向 我们每天就是念的 所能得亦 汤迦如巴尼 最后做这个回向 那功德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回向的意义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学习佛法以后 在实际行动当中一定要行持 那天所作的善根 一定要成为菩提之音 千万不要中间浪费了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大概的 中回向这样理解 那么别回向 分三个方面来宣讲的 一个是为患病者作回向 第二个为饮食饥饿者回向 第三个 也就是说 为一些可怜的贫穷者作回向 首先是第一个 我们的善根 世间当中的一些 患有疾病的众生也非常可怜的 连听法的时候 做得有时候做不住 我讲法的时候 讲的时候也是很痛 一定要这样 这样 你们听法的时候 尤其是得极罪本的人 特别难受 做得做不住 那么这些人应该回向 回向是什么 偈颂是这样的 来自众生戒 尚未了以前 愿为以药 并坐看护士 这个颂文当中 应该是这样说的 我们发愿所有的众生 他的疾病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 我一定要发愿 照顾他们的 或者是治疗他们疾病的 一些医生 变成妙药 还有照顾他们的一些护士 所以世间上释迦牟尼佛 在一些因地的发愿当中也是这样的 他认为当国王也不太好 当其他的人和商人也不太好 我要发愿当医生 因为医生如果心地善良 那就是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当时发愿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善根也应该回向 回向是什么呢 愿世间所有的这些可怜的疾病 具有疾病的这些众生 一定要 我就当成像以前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那样当医生 以前有一个叫做人妖王子 大家在释迦牟尼佛的 《本诗传》当中也应该清楚 人妖王将生的时候 很多世间上的这些病人的疾病 逐渐逐渐就已经消失了 然后当他将生以后 他的身体谁接触 任何一个病人 接触他的身体的时候 就马上已经病毒好了 后来他圆寂以后 包括他的骨灰 这是我们以前也是学过 包括他的骨灰接触的话 那么世间众生的这些病苦 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发愿 像世尊因地的时候 人妖王子那样的 真正能治一些众生的病 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各大医院里面的一些医学教授 医生真的有个别人都是 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些养家护隔而工作的 但有些的确也是发心相当清洁的 他的医生就是献给一些社会 献给可怜的这些病人 日日夜夜都是为这些众生作相 我们也应该发愿 这样当医生来利益众生 所以有时候应该 看见一些医生的时候 也不要认为 这个医生都是没有什么的 什么颜科医生呢 我看颜科医生 心脏不太好的 然后牙科医生 头发没有啊等等 不能这么想 应该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像妙药 药应该在世间当中 有不管是中药 西药 或者藏药 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 应该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也可以说 或者我们自己发愿 让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获得快乐 我变成这个妙药 就像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他当时有一个莲花王 变成莲花王的时候 看见该国的众生 出现一些瘟疫病的时候 他发愿 变成柔和大鱼 然后让所有国家众生的病 全部消失 按这个公案当中所讲的那样 我们也应该发愿 自己都变成妙药 我们看见一些药的时候 不过有时候中药不想喝 西药不想吃 藏药也觉得不太愿意接受 有这种情况 尤其是有些病人 经常看见一些药的时候 都特别害怕 但是应该我们 只不过自己是不懂这方面的道理 如果真正懂 所有的妙药 都是佛佛菩萨的发现 和一些幻化加持 自己也是应该观佛的加持 而享用 然后自己发愿也是 将来都自己变成妙药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吃的药 也不一定是对任何佛教 和诸佛菩萨的发愿 没有关系 不可能的 应该说是对诸佛菩萨的发愿 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然后同时 我们要做一些护士 在以前《毗奈耶经》当中 所讲的那样 包括佛陀亲自也是一生作则 就前往到一些病房里面 擦拭一些身体 看一些 照料一些他们的饮食 同时也是宣讲一些 养生的一些知识等等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榜样 这一点大家也是清楚 而且在戒律当中也经常讲 佛佛尊尊告诫大家 一定要照顾病人 这就是每一个修行人 一无用词的一物 所以大家 我们作为僧众也好 作为其他的一些在家人 看见可怜的病人的时候 你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 照顾他们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相当的重要 总而言之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看见病人 或者是药物 或者是一些医生 应该想着 这是诸佛菩萨的发现 然后自己 时时刻刻都应该发愿 现在世间上有这么多可怜的众生 应该帮助他们 如果这样的话 那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以前阿底峡尊者 也不是说过吧 如果我们照顾一些远方的客人 自己亲身的父母 然后可怜的一些病人 那么修大悲空性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阿底峡尊者已经 精通显宗密宗一切教法的 如是了不起的大德 所以他已经照见了 因果的规律 如果我们照顾病人 或者说对可怜的众生 如是地照了 那就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这些可怜的众生要想到 我们在《瑜伽失地论》 或者《城市论》以及《修事论》当中 这几个 今天我们回想的这几个内容 在末法时代 尤其是在人的宿命减少的时候 出现三大灾难 也就是说疾病的灾难 然后刀病的灾难 还有饥荒的灾难 那么当时所谓的疾病的灾难 人数二十岁的时候 在世间上出现 各种各样的瘟疫和疾病出现 那么当时人们 怎么样服用药 怎么样治疗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只有依靠诸佛菩萨的 发愿力和功德力 加持力 才能得到利益的 所以这是在未来 人数二十岁的时候 又会有这样的灾难 我想不仅是未来 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 在这个社会来看 也应该说是 有非常可怕的一些疾病 也经常出现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兽医疾病 老鼠的瘟疫疾病 当时整个世界上的人们 都死了一亿多人 后来在这个世界上 也出现了八次火乱 当时记得好像光有一次 因果死亡的人数都是14万人 后来什么艾滋病 然后又不断地出现轻流感 还有一些飞电等等 世间上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疾病 实际上与未来的病患 未来的这种既定灾难 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现在的这些 有些瘟疫疾病 全世界性的 如果你没有控制好 那全世界人类的生命毁坏 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这些 所以我们平时在发愿的时候 应该让世间上所有的 这些可怜的众生 都应该得到了一些快乐 获得快乐 愿他们身心当中的一些痛苦 都早日得到解决 自己当然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帮助的这种条件 尽量的 哪怕是你帮助一个病人 也是可以的 你如果身体比较好的话 你用身体来帮助他们 如果你条件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是你用 自己的经济来帮助他们 现在世间的一些高僧大德 或者一些善良的人 经常在一些别的地方 做一些免费的医疗机构 或者是做一些佛教的意愿 等等 对一些可怜的病人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法 其实病人很可怜的 我们看见以后 一定要尽量地帮助他们 救护他们 最快的时间当中 应该想救他们 但有时候 可能也不好救的 也有前两天 听说我们附近 有一次他们 有些人给我们说 你们学院的救护车 可不可以用一下 当天可能救护车 也没有用上 后来我问了一些情况 听说我们下面有一个村子里面的年轻人 准备马上要结婚 还有三天的时间 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到县上去准备 邀请一些人发钦帖去了 结果在路上翻车 当时马上要死了 后来我们的救护车都没有用上 别的车送到外面的医院的时候 当场就已经死亡了 我听到以后 一方面有时候无常特别的可怕 他想再过三天以后 重新过生活 为了这个 在路上也是已经离开了人间 所以像这种情况 可能有些我们想救他 有时候可能众生的 一种因缘吧 有些病人我们很想救他 但是中间的因缘 一直是不能具足而离开世间 这种形象也是经常遇到 但不管怎么样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 学习大乘佛教的人来讲 在自己身边有一些可怜的众生 马上要失去生命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这方面 我想我们学院当中的好多道友 真的是不顾自己的一切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然后自己的一切饮食 什么都不顾 一定要有时候 我们很多道友说 他马上都不行了 不管怎么样 我马上要走了 等等 看他们的这种态度 应该说 对众生的生命还是很重视的 应该需要这样的 因为这些众生 如果活在世间当中 也应该对他们的修行 各方面是有利益的 因此我们帮助别人 是值得有意义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为饥荒者 饥渴者而作回向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们 遇到饥荒的时候 应该祈求诸佛菩萨加持 愿天上降下一些食物之余 食物之余 解除这些可怜的众生的饥荒当中 可怜的众生 让他们各自获得了自己的一些财产 获得了饮食圆满等等 这样来作回向 当然这个 也是在佛经当中 有这样的记载 包括我们的《俱舍论》当中 一般来说 人数在未来的时候 人数三十岁的时候 世间上也是出现 特别可怕的一些饥荒 在那个时候 人们都根本没有饮食 而且为了寻找饮食 大家就好像寻找如意宝一样 一直向往获得一些饮食 有时候这些人们获得了一些 我们现在人数八十岁 或者一百岁的这些粮食的一粒 这些颗粒的时候 他们都说这是有福报的人们 所遗留下来的粮食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 熬汤来喝的话 维持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们对一粒粮食都是非常的重视 经常锁在铁箱子里面 然后作为他们自己的这种精神粮食 或者说在自己所有的生活 寄托在一颗粮食的上面 有这样的饥荒 有时候他们在瓦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人数一百岁的一些骨架 得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骨架 他们也是熬汤 说这是人们 有福报之后的这种骨架 如果熬汤而喝 里面有酝氧价值 应该能维持自己的生命 保持在人间 不会以饥荒而离开人间 所以当时的饥荒 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发愿 当人们获得这样饥荒灾难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发愿 变成他们面前的一些饮食 那个时候就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 这样回向也可以 或者说世间上是 有如是多的一些难民 一些有困苦的众生 受苦的这些众生 那么我们求诸佛菩萨加持 愿他们早日获得了一些饮食 然后自己离开了这些痛苦 应该这样发愿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知道 不仅是未来的时候 有如是可怕的一些饥荒 其实现在在各个国家 也是频频地发生一些饥荒 包括一些非洲国家 或者说一些 像一些比如说伊拉克 或者许多一些国家 经常也是出现一些饥荒 有成千上万个人们 就根本得不到饮食 而从中恶食的情况也是相当多的 就包括上一个世界当中 大概在 应该我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来到人间吧 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老菩萨 应该是了知这种情况 大概是五九年的时候 在整个世界也出现一些饥荒 那个时候光我们人们当中 死亡的也是有五百二十二万 应该有这么多人 大概在六零年的时候 死亡的人数 一千五百五十多万人 应该有这么多的人 已经离开了 当时我们藏地的 很多的一些老年人 包括我父母他们也经常看见 一些人真正地已经落实了 就没办法了 尤其是当时 看见一些人死的时候 马上人的身体里面的净肉 马上比别人挖手就马上吃了 这种现象 都非常可怕的 但有时候看见真的 我们这个世间上也是现在 包括现在也是根本 饮食方面 没办法解决的可怜的众生 也是非常多的 好像有时候看见一些 现在世间的新闻媒体 这样的时候真的 有富裕的人也很多 但贫穷的人也是很多 真正的一些饿鬼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有这种情况也是发生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领导 他写了一个文章 也是向上面翻译的一个文章 他这个题目里面说的是 农民真苦 农民真累 农民真穷 他是用三个方面来叙述 现在一些农民具体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或者一些可怜的地方 应该说是很多众生 非常非常地可怜的 所以在世间当中 就是凡是出现一些饥荒 出现一些疾病 在那些地方我想世间上 也有很多比较大的慈善结构 就是像国际红十字会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慈善结构 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援助 送一些衣服 衣料 药品 以及各个方面来得以帮助 有时候看见他们的三聚 也觉得这是真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幻变 是不是诸佛菩萨的一些幻现 也很难说 应该有这种信心 因此我们以后 看见一些可怜的众生 不管是你解决多少人的 这种饮食都可以 哪怕是一个可怜的众生 他在遇到贫困的时候 我就帮助他 我觉得也是 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是有意义的 因此作为佛教徒 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修行 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 我想大家就应该 胜出援助之数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问题 为饥饿者而作回向的 那么下面第三个问题 为贫穷者而作回向 为己贫困者 愿乘无尽藏 愿诸致生我协险必当前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 是有非常可怜的 一些贫穷的众生 为了拯救这些贫困了到的众生 愿我们自己发愿 我们自己发愿应该变成 自己取之不尽 勇之不虚的一些宝藏 就是像以前的 古代所谓的如意宝藏 或者是一些大古王的 国库里面的国库的宝藏 应该这样 而且自己变成各种各样的 满足众生所需的 各式各样的资具 呈现在他们面前 让这些无量的众生获得满足 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当中 也应该这样发愿 那么大家也应该清楚 佛陀在发愿的时候也好 后来佛陀成佛以后在众生面前 什么样的新鲜来出现呢 经常我们也知道 学习过大乘佛法的人应该知道 在《宝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众生遇到了一些经济 饥荒的时候 在饥荒的时候 在他们面前出现宝珠 如意宝 来满足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众生 如果遇到一些贫困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 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 他们获得的财物 应该说只是佛陀化现出来的 应该可以这样去讲 因为佛陀的化现是不可思议的 在《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在众生面前 出现一些婆罗门 或者是一些梵天 地诗天 比丘等等 以各式各样的形象 来度化众生的 还有在我们趋入不可思议 知经经吧 知经经是知识智慧的智 外经的经 趋入不可思议 知经经当中 也说了佛陀 为了化为一些宝珠 妙妖 明珠等等 各种资具的形象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妙妖 或者一些药物 瓷具 包括我们有时候 我所运用的这些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空调或者风扇等等 也是佛陀的化现 佛陀的化现 然后你如果到别的地方去 你乘的一些公共车也好 出租车也好 包括海上的一些船发 或者是空中的飞机 这些都应该说是佛陀的化现 无光尊者在《大圆明信息》的后面 也应该讲了 包括花园 园林 宫殿等等 这些全部是 佛陀的化现 所以我们当然没有信仰的 一些学维吾论的 或者说对佛教 大乘佛教的 不可思议的幻变力量 一无所知的人 不一定相信这些大乘的教义 但是真正是对佛陀菩萨的 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发愿 理由深信不疑的人 应该自己也是会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候所享用的这些对境 有些比如说《大乘三桥方便经》 《大乘三桥方便经》里面 也讲了佛陀化现于 桥梁 道路以及门等等 以各种人们所用的用语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大桥 或者是这样 啊 这个是大桥 我作为佛教徒如何 好像佛陀的化现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引用的 不管你到哪里呢 你只要是对众生 得到了这个字句的话 你应该想是 这是佛陀在五世纪以来 为我们众生 发了不可思议的愿 而让我们众生 暂时获得这种利益 这一点应该这样讲 所以佛陀的加持 始终在我们众生面前 没有离开过的 《百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纵然大海有 离开波浪时 意思就是说 大海有时候 也有离开波浪的时候 说话众生前 佛陀恨不利 意思就是说 大海也是 这是一种假设句吧 大海也有时候 可能有离开波浪的时候 但是佛陀在众生面前的 恒上的事业 永远也是不会离开的 《现广状论》最后讲 事业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的事业是无有间断的 可是我们可怜的一些众生 只要真正的一个上师 或者是佛陀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你 今天真正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 啊 今天上师的加持不可思议 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议 这一次的时间 你就认可了 除此之外 好像佛陀从来都是 没有帮助过自己 有些人还要怨佛陀 我本来是天天给你祈祷了 听说原来有一个居士 他自己想搞一些大的声音 后来他天天在佛面前求 后来他自己没有福报 生意没有成功 然后他就特别地生嗔恨心 马上把佛像拿来烧了 说我天天给你供养 你不帮我 你为什么这样 惩罚他 我想是一般凡夫人对佛陀 不应该用惩罚 惩罚也惩罚不了 所以有些众生 所自所为有些时候看来 也是非常的可怜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也应该清楚 佛始终都是佛的加持 佛的功德和事业 没有离开过我们 这些问题大家应该要想 然后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平时发愿的时候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那样 就是利益众生 不管是我变成人也好 变成非人也好 变成一般的一些 无情法的字句 以这种方法来利益众生 哪怕我有时候 看见一只笔 你拿着一只笔的时候 其实这个笔 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不管小学生 大学生 什么样呢 凡是他心里所想的东西 可以通过笔来发表出来 那这也是帮助众生的 那么佛陀是不是 变成这只笔利益众生呢 我们任何人不能说 这不是 应该是佛的利益和发愿 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是众生 做一些满足的事情 他都发过愿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随顺佛教徒的人来讲 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愿 那么我们解释这个颂词的时候 喀布刚会在诸书当中 也是这样讲了 虽然从颂词的字面上 没有宣说一些刀兵戒 因为前面讲了疾病 然后讲了饥荒 后面的战争 刀兵戒虽然没有这么明说 但实际上 这里面也已经宣说了 所谓的刀兵戒 人数十岁的时候 整个众生的福报 渐渐渐渐隐漠 那个时候人的身体也是非常小 以头发作为衣服 然后一辈子作为食物 那么整个众生的工业所感吧 世间上所有的草木 外面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武器 你随属一间气 可以变成武器 那么以这些武器用来互相残杀 互相残杀 那么整个世界变得就像 我们现在所谓的 复活地狱一样 非常的可怕 残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应该发愿 愿我在那个时候变成了 真正利益众生的 而且依靠佛陀和我的加持力 让所有的这些战争 刀兵全部消失 应该这样发愿 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发愿 但不仅是未来 实际上我们现在 也应该可以这样观想 应该因为世间上也频频地 发生一些各种各样的战争 就是这些战争当中 死亡的人数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一千六百万人 已经离开了人世的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虽然有些历史的统计数目 也不是很一致的 但是一般的一些统计数目当中 都说四千五百多万人 也离开了人世的 后来抗日战争 还有伊拉克战争 波士王战争 以及包括现在最近 也是一直在爆发的 什么尼巴林和伊斯利 之间的很多冲突 无数的人们也是 沉在战争的血海当中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有非常多的一些战争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包括一些佛教徒之间 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 尤其是在家庭里面的战争 当然是非常多的 有时候我们出家人 一般都是在家人的生活 接触的不是很多的 如果你住一个月的时候 这个家庭一般来讲 可能有一两次的战争 这是家庭的战争 不管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凡是内战也好 外战也好 大的战争 小的战争 只要看见别人在战争 那么战争时候人的心里 非常非常的痛苦 应该发愿 愿他们心里的嗔恨心 早日熄灭 愿他们得到和平 应该这样来发愿 如果自己有能力 当然像我这样 作为有些小小的人 世界各个国家的战争 也不用说是 各个地区之间的战争 包括我们牧民的一些 操场的纠纷问题结局的时候 也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作为一个 佛教徒的身份来讲 只要看见别人有一些冲突 剥夺 在那个时候 应该发心就劝足 包括你上街的时候 或者你寺院里面的时候 看见两个道友 看见两个人 准备作战的时候 你应该不要不管了 旁边 你们打吧 来 你打得很不错啊 以前我们有时候 两个小孩子放在一起 互相说 你看你不敢打他 只要你说的时候 一会儿两个小孩 开始互相拼命地作战 我们不应该这样的 现在已经 就是思想各方面 应该又成熟了 所以看见别人打仗的时候 看见别人打架 做一些摩擦的现象的时候 应该尽量去劝他们 帮助他们 互相安慰 帮助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必要的 因此作为修行人 在实际行动当中 也应该尽量地帮助别人的 内心当中的一些痛苦 解决他们的痛苦 同时自己也应该发愿 当众生感受到 如是的疾病也好 或者一些灾难也好 战争也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众生 相当地可怜 去年前年有些国家 受到战战的时候 当时的平民和难民 就是这种感受 很多有智慧的人才能发觉得到 才能感觉得到 所以真的受到战乱的人们 极极的痛苦 因此我们也应该发愿 让这些可怜的众生 在哪里有的话 要解决他们的一些忧愁和困惑 应该这样来想 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发愿 以前《卢芳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僧众 供养一颗荷子 荷子是藏青果 就是一个小小的 你们应该知道吧 眼旁那个荷子 也是一个藏药 荷里面还是很好的药 如果供养一粒荷的 或者说是一瓢 或者一勺饮食 饮食的话 以后不会转生于疾病 然后饥饿和战争的 恶劫当中 这是佛经当中说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 四个比丘以上的僧众的时候 也是供养一些 不知道我们现在 有没有买的呢 我们商店里面没有买的吧 核子 有 有的话可能明天 他们的生意很好了 因为佛经里面说是一颗吧 如果我们供养得多一点 那功德更大了 还有其他的饮食 如果给众生供养了 给僧众供养了 那就不会转生在 这些恶劫当中 也是有佛经的积攒 不管怎么样 自己时时刻刻应该发愿 让世间上的很多 苦难的增生获得快乐 这一点我们 每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也是不能离开的一种发心 今天讲到这里 与你的畜生获得快乐 这些人都给我感觉了 但是没有散语一次 就能听不久了 等于我们创业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